在陈小春版本的《鹿顶记》中,有可爱的小郡主,也有成熟的红夫人,即便是刁蛮的贱宁公主,也有性感的一面。 而全剧颜值最为人吐槽的角色,就是毛冬珠了。 演员马提露在TVB,一直都在出演这样的恶女角色,然而现实生活中她却是一位大善人。 马提露本名叫梁颖妍,和TVB同岁。 马提露有个姐姐,一家四口过得清贫却又简单,父亲一生的心愿都是希望能够买一套,能为妻女遮风避雨的小三房公寓。 也正因为清贫,马提露早早就有打工挣钱养家的意识。 那时候,娱乐圈在大多数人眼里,是一个来钱块,又风光的圈子,总有人拼了命地想要往这个圈子挤一挤。 马提露也不例外,只是,颜值就像是娱乐圈的敲门砖。 马提露在颜值方面没有什么优势,好在她有一副不错的嗓子,声音甜美可人。 1988年,马提露21岁,她带着满心的雀跃和期待,参加了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。 这一届歌唱大赛,高手如云,包括郑秀文、谭耀文、周慧敏、郑一剑等混杂其中的丑女。 马提露,声音再好也改变不了这个看脸的现实。 赛后,许多排名靠前的歌手都被唱片公司签约,找到了后路。 马提露却没有,但她性子绝,不认命,还非要在这个圈子扎根。 两年后,她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挥所长,却又不看颜值的地方,那就是广播电台。 之后,马提露开始主持晚间交通节目《马提露天使》。 这是她闯入娱乐圈的开始,因为好听的嗓音,专业幽默的交通播报,路上的司机们对她好评如潮。 她一度被誉为《马露天使》,为此,她干脆取一名《马提露》,她用这个名字,继续在广播电台发光发热。 1991年,她跟当时的娱乐圈大佬曾志伟,进行了一场改变她命运的访谈。 期间,两人在录音棚内聊得极好,曾志伟也发现了她的喜剧幽默细胞。 不久后,曾志伟向她发出了邀请,请她共同主持一档搞笑综艺。 骚足一碗,这是一档和今夜不设访,相媲美的综艺。 尺度,项料都不缺。 当然,也给足了马提露露脸的机会。 那时候的香港娱乐圈《美女如云》,再向来,颜值极正义的娱乐圈,颜值不高的小演员,几乎没有立足之地。 所以,有些原本颜值不差的演员,宁愿放弃自身原本的容貌,以伴仇取胜。 例如,被称为女版周星驰的吴君如,被称为最丑星女郎的怨穷丹。 对比伴仇的,丑觉真正其貌不扬的,更是在夹缝中生存。 马提露就属于这一类,即便他有曾志伟的保驾护航,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 在陆陆续续演了一些丑觉之后,马提露转向了无线电视台。 1995年,马提露签约无线,对许多人来说,这是成为大明星的开始。 但对马提露来说,却是成为TVB,御用八婆,反派专业户,的开端。 当然,这和他那张辨识度极高的脸有关。 这一年,马提露在电视情景剧《真情》中,扮演了一位十分令人憎恶的坏女人龟亚美。 这是一个观众原差到极致的反派角色。 龟亚美想不开那一集,观众兴奋至极,纷纷守在电视前看他的悲惨结局。 以至于在长达1128集的剧情中,这一集成了收视最高的一集。 同时,这个收视率也创下了TVB电视剧集收视的历史新高。 后来,TVB三十周年庆,还特地增设了最厌恶角色演绎大奖。 这个奖项,可以说,这是为龟亚美而增设的大奖,伤害性不大。 无辱性极强,面对这么一个尴尬的奖项,马提录上台领奖时,也是龟亚美,附身,无奈自嘲。 接过那个大奖,之后的许多年里,她一直扮演着各种各样的坏女人,丑爵,八婆的角色。 几乎所有导演在为剧本选反派丑角的时候,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她。 可是这样一个被当作TVB金牌绿业,御用八婆的人物,却始终身无常物,大多明星演员挥挥手就能买到的房子。 在她这儿,却是渴望不可及,我不够聪明,不懂得怎么赚钱,马提录不是资本的宠,也自认不够聪明。 TVB众星捧月的永远不是她,天价的片酬,广告商的青睐,她一概没有。 有的只是TVB开出的微薄薪资,许多年以后,她集合自己,姐姐,母亲三个人的全部积蓄, 总算凑够首付买上了这么一套小三居,算是勉强实现了父亲致死都没能完成的小心愿。 堂堂一名有些地位的演员,需要集合全家之力,才能买一套小房子居住,这是何等的难堪。 事实上,TVB里跟她命图相近的金牌绿叶,比比皆是,谁也没比谁过得好,谁也没比谁宽裕。 马提露入行近三十年,从没有做主角的机会,甚至仔细找,也未必能在演职员表上找到她的名字。 可她演过的每一个角色,都让人印象深刻,而且九成都是丑角。 坏女人,相对于事业来说,马提露感情的经历似乎更加坎坷。 她有过一段婚姻,两次恋爱经历,只不过都已分手告终。 有传言她的老公是香港演员李天翔。 李天翔在不少电视剧中以帅气形象示人,两人的结合并不被看好,最终两人的婚姻已离婚收场。 不过这一消息并没有得到当事人证实,真真假假也不得而知。 马提露的前男友是美籍意大利教授马克。 马克在哈佛大学做过研究员,现于美国实习大学任数学教授,专教博士生。 他也是美国数学学会百年会士。 据说学会百年会士只有世界顶级数学家才可以当。 当马克到香港做访问学者时,经朋友介绍同马提露相恋,之后马提露不时飞去美国。 可惜异地恋维持一年多就结束,恢复单身后五年,马提露和四十出头的德国籍商人相恋。 但对方一直要求他生孩子。 恋爱几个月后,马提露选择分手。 如今年过五旬的马提露依然单身,但他乐观向上。 他说,我不漂亮,但我干净,整齐集整洁,依然期待爱情的到来,那样的自己会变得更漂亮。 戏里的马提露,演进了人性之恶。 戏外,他却将人性本善发挥到了极致,面对别人的谩骂。 他心态平和,被借机炒作,本可以投机取巧。 但他第一时间辟谣,不愿背负不属于自己的。 圣明,若行数十年依然穷的叮当响,他仍不忘善良助人。 前两年,网络上有一个关于马提露的谣言。 51岁马提露,至今单身买不起房子,却捐了一个希望小学。 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 许多明星演员搞慈善势力人设,尤其是那些想红的,又或者犯了错想要洗白的明星。 但是从没试过大红大紫的马提露,却不是这其中一个。 有了这么一个误会,他本可以顺势而为。 可他却直接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,澄清自己没有这个能耐。 他有给内地慈善机构捐过款,但数额不足以建议所希望小学。 他做公益助人,但不曾张扬过半分。 之前,曾有网友撞见马提露在餐厅门口给收废品的婆婆发放盒饭。 当时他身穿红色外套,背一个黑色的双肩包,头戴太阳帽,打扮非常低调。 在网友的镜头中,他有条不紊地把盒饭装进袋子,然后派发给公公婆婆。 期间,他还会细心地与老人们嘘寒问暖,让他们倍感亲切。 据媒体报道,马提露就是住在餐厅附近的街坊。 前一天第一次来餐厅吃饭,被老板认了出来,然后问他有没有兴趣参与餐厅派盒饭活动。 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 第二天,他准时现身餐厅参与派发盒饭。 其实这样力所能及的善事,马提露已不是第一次做了。 有一些香港市民曾经看到过他给一些捡破烂的老人买东西吃,也会给一些迷路的人指路,甚至还帮助过一些露宿街头的孤寡老人。 大善是善,小善也是善,一个人量不量,是看个心,而不是看样子。 人不可貌相,长相得美丑,不能衡量心灵的高度。 虽然因为外形的原因,马提露只能出演坏人,但是他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,善良的人可以得到这世间的美好,朴实无华,却胜在真诚。 马提露的个性在浮躁的娱乐圈实属珍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